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 创建美南包野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企业发展 请看美南包野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给长辈们拜年 每逢农历新年我们总是惦记许多长辈 向他们发放红包 今年也不例外 我和同人们在大年初二拜访了五家长辈中心 表达我们之敬意 多年来我们非常感谢华雅裔社区对我们之支持 一路走来无论是报纸电视和网络 他们都是忠实之读者和观众 我们今天之发展全赖大家之爱护 这些长辈们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曾经为国家和家庭奉献 许多都是在学术政界有过卓越之成就 如今在此颐养天年 享受他们的黄金岁月 孝敬父母尊敬长辈 是我们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传统 我们在此继续发扬这项传统 是我们的荣幸 也为下一代留下良好的典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